欢迎回来 首先来看美国国内消息 美国民间组织联合宪法爱国者的69岁领导者 拉里·霍普金斯上周六 应涉嫌非法私传枪支被捕 调查发现该组织在新墨西哥边境 私自居留非法移民 并宣称正组织策划暗杀 索罗斯 希拉里 奥巴马等政要 霍普金斯是联合宪法爱国者的指挥官 这个民间组织曾应在2019年4月16日 晚上私自在新墨西哥州桑兰公园 居留约300名边境移民 被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向州政府举报 ACLU的官网还附带了该组织 拘捕非法移民的视频 新墨西哥州长在接到举报后 谴责联合宪法爱国者的行为 并称普通公民无权逮捕或拘留任何人 据路透社的报道 该民间组织由退伍军人组成 自2019年2月下旬一直在桑兰公园附近地区巡逻 他们时常发布拘留越过边境的非法移民视频 视频里 组织成员携带半自动步枪 伪装成执法人员将越过边境的移民集中拘留 直到真正的边境巡逻队将这些非法移民带走 在霍普金斯的指控书中 联邦调查局FBI表示 从2017年10月FBI就接到有关于在新墨西哥州的 弗洛拉维斯塔霍普金斯家中涉嫌民兵极端主义活动的情报 该民间组织有20名携带各类枪支的支持者 指控书称 霍普金斯曾扬言联合宪法爱国者队 支持安提法 反法西斯主义 正在为暗杀乔治索罗斯 希拉利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展开训练 指控书中表示 两名联邦调查局FBI特工 在2017年11月下旬到访过霍普金斯家中 被霍普金斯邀请到一个被称为办公室的房间 霍普金斯带他们观看了靠避除墙壁的10把枪支 并表示 这些枪支归自己妻子所有 他还向特工透露 家中还有其他枪支 一把散弹枪和卧室与厨房里的另外两把手枪 指控书中还称 联邦调查局FBI 还发现霍普金斯先前有过其他的犯罪记录 目前尚不清楚霍普金斯在什么时候向谁说出恐吓言论 霍普金斯的律师凯利奥康奈尔表示 他的客户否认这些指控 霍普金斯没有说过刺杀领导人这样的话 更没有组织计划过这类活动 奥康奈尔对联邦调查局的指控提出质疑 为什么2017年收查后到了上周六才将霍普金斯逮捕 如果先前霍普金斯真的判了重罪 法院为什么没有将他缉纳归案 据CNN称 如果罪名成立霍普金斯 最高可判入狱十年 汉天卫视李中兴编译报道 再来看体育方面的消息 总比分0比3落后的活塞继续做正主场迎战雄鹿 开场 爱灵顿连得5分 活塞取得领先 虽然字母哥打成2加1 但随后 活塞打出一波11比0 拉开比分 字母哥再次打成2加1 杰末 希尔拿下5分 雄鹿将分差缩巧到2分 次节比赛 字母哥连得5分 雄鹿完成反超 随后 活塞连续命中3分球 稳住局势 杰末 杰克逊再次3分命中 并且神兵天降 完成扣篮 帮助活塞领先6分 结束上半场 一边再战 格里芬连续取分 活塞保持领先 暂停回来 雄鹿打出一波7比0 将比分反超 节末 字母哥通过罚球连续取分 雄鹿在第三节结束时 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 末节比赛 米德尔多和洛贝茨相继命中3分 洛贝茨又连续完成封盖 雄鹿扩大领先优势 暂停回来 字母哥独得8分 双方分差来到25分 比赛基本失去悬念 最终 雄鹿127比104 很早活塞 晋级下一轮 总比分0比3落后的爵士 继续作证主场迎战火箭 开场克劳德里突外头 连得12分 帮助爵士取得领先 虽然哈登和戈登 相继命中3分 但随后 卢比奥连续取分 爵士保持领先 节末 米切尔两罚权重 爵士领先8分 结束首节 次节比赛 费沃斯连续进攻火箭内线 爵士扩大领先优势 暂停回来 火箭连续命中3分 缩小分差 半场战霸 爵士领先6分 一边再战 火箭打出一波10比2的小高潮 将比分满超 虽然克劳德和米切尔相继得分 但火箭依靠戈登和哈登的3分 保持领先 节末 尼昂和里福斯互标3分 火箭领先3分 结束第三节 末节比赛 爵士打出一波15比1 重夺领先优势 随后 双方陷入胶着 关键时刻 米切尔和费沃斯联手取分 最终 爵士107比91 战胜火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今天的寒天卫视晚间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赵子彤 祝您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观看